大家好 桃米水养花是非常不错的一款肥水 那么我们用桃米水养花 只要在水里面多加三样东西 长寿花开花又爆盘了 大家看 一般的桃米水发酵之后 它是 米白色的 但是我这一瓶桃米水 发酵之后 它是 中黄色的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而且闻起来 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用起来非常的舒适 那么具体要加什么呢 首先我们为了 让这个桃米水 增加零岩素 我们首先要加的就是 这种骨粉 因为骨粉 经过二次分解之后 它里面有大量的零岩素就会被分解出来 给这个长寿花吸收 长寿花开花 零岩素是不可缺乏的 如果零岩素缺乏 那么它的花芽分化就会少 第二种就是加入这种椰母复合原液 在一瓶桃米水里面 大概加入20毫升到50毫升的 椰母复合原液 可以快速的分解 骨粉中的一些微量元素 同时又可以增加 肥水里面的一些 有异微生物 因为椰母复合原液 它里面的 乳酸菌酵母菌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多 可以改良出氧 让这个土壤的有异微生物增多 就会变得疏松 透气 根系就会长得更加的发达 那么还有一种是 最关键的 就是加入红糖 红糖 既可以增加 这些桃米水里面的一些营养元素 又可以 给里面的一些微生物 提供营养 自然微生物就会 更加多 使用之后 效果会更加的明显 为分解 骨粉中的一些 各种微量元素 比如说零元素 还有钙元素 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来尝试化 开更加多的花 更新更加的强壮 我们在发酵的时候 只需要加入两克的 骨粉 还有加入一克的红糖 再加入 20到50毫升的 叶姆富尔原液 这样就可以了 大概发酵15天左右 就可以给它使用 当然了 我这瓶桃米水 还加了两个橘子 木铃 增加它的酸碱度 我们有的话也可以加 没有的话 也没有关系 通过这样制作 桃米水 营养元素 更加的丰富 使用起来 效果会更加的明显 不当可以 给长车蛙补充营养 又可以改良这个涂氧 让它里面的有益菌 变得更加的丰富 有害菌减少 提高长寿化的抗性 减少病害的发生 同时 又让涂氧 疏松透气 所以说 大家想用好桃米水 可以通过用这些方法 来提高它的效果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